打火弟兄 衝入火災第一現場 如果設備不足 隨時都有命喪火場的威脅 因此時代力量跟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會 十三號共同呼籲 消防署 應該持續推動精進消防救災裝備計畫 因為許多縣市的消防隊 消防救災設備仍然不足 進到火場的時候 它會有很多的有毒物質 卡在我們的消防衣上面 一位著全套裝備的消防員 他的重量平均在國內可以達到100公斤 那我們再上去 我們戰術上去救援的時候 我們要陪著患者下來 那100公斤加上一位瘦弱的女性患者 他就可以超過這個數字 150公斤 消防署副署長表示 各地區的消防員需求不同 像是靠近山區的消防隊 可能就需要山難的救災設備 而不是消防衣 因此會儘快整合地方政府意見 進行逐年採購 不過立委黃國昌則認為 消防署應該做全國消防隊的裝備 整檢提出真實的需求量 消防署副署長也表示 兩個禮拜內會統計出消防裝備需求 嚴密替代方案 原日新聞納布迪布露瀾台北市採訪報導 加上網 孔森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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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